開車輛空間停車輛 嘩,踏osion 因為有軌道很 irgendwerny אני 我不知道原因,它的電車輛空間不足 但真的很生氣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生氣 一 parents 7 男的真實車評節目 今天這條試車片是 2 月 22 日 即是星期五出給大家看 而不是慣常的星期四 為甚麼呢?因為我今日所試駕 就是我隔離一輛全新 Toyota RAV4 這輛車剛剛在 22 日才正式在香港發表 所以代理特別要求我們 就算我們早了試車 最好在 22 日才出這條片 在我們繼續看這輛車之前 有些事我想說 好短日子之中,拍車男的 YouTube 頻道已突破了 5,000 訂閱 多謝各位的支持 為了感謝大家鼎勵的支持 今天這條片會為大家玩遊戲 這遊戲的獎品會送出一個在台灣很熱賣的 Mio 車鏡頭 就是畫面的這一部 怎樣去玩這遊戲呢? 待會看完整條片,最後我就會說怎樣玩 大家記得,拍車男每個星期都會製作很多汽車資訊影片 請先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剛才按了按鈕,我們就看看這輛 RAV4 有多特別 Toyota RAV4 在歐美非常熱賣 尤其在美國 2017 年在美國的銷量接近 41 萬部 是 Toyota 在美國最為暢銷的車款之一 所以在去年 3 月 在紐約車展發表新一代後 美國車主們一直都很期待 Toyota 亦都很照顧美國市場 單是汽油版本就已經有 5 款車型了 而 Hybrid 雲能版本亦都有 4 款 總有 1 款適合你 而來到香港,當然沒有這麼多版本 只有 2 個版本 就是售價大約 25 萬的 Advantage 以及大約 28 萬的 Luxury 這個價格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簡直就是呆了 這麼便宜? 兩個版本的最主要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就是 Luxury 版 有電動尾門 腳控感應開關 智能車時系統 前座及軚盤有發熱功能 電動座椅及皮夾包覆 整個車身的作用重新設計過 肌肉感更加突出 整體上的感覺,我覺得更加貼近美國市場的口味 至於它是否漂亮 大家自己評論了 因為網上都有很多正反量的評價 我在這裡就不加以評論了 底盤還用上 Toyota 最新的 TNGA GAK 級別的底盤 這款底盤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剛性好,重心低,操控性更加好 今代的 RAV4 比上一代的剛性 亦都增強了 57% 這麼高 現在懸掛系統 設定就是前麥花神,後相遙備 TNGA GAK 級別的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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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暫時看不到車款是多大 我再打下去 非常大 視角上來說已經是非常大 車款數字是1065 公升 我整個人坐上去都沒有問題 對呀,真的很舒適 真的可以睡覺 而且因為空間大 底部亦是絨無面 大家亦不怕刮花 車的右手邊亦有儲物空間 可以放水都可以 不過大家要留意它沒有額外的電源位 如果現在的尾箱空間不夠你用的話 那不重要 我們將後排座位躺下後 它的尾箱空間一約會提升到1977 公升 真的放任何東西都沒有問題 另外,下面一層還有一個安裝輪胎 如果一旦不幸運,爆胎也不用擔心 全新 Toyota RAV4 的內裝輪胎 它不是採用很豐華的感覺 它的用料亦不高級 它用了很多人造皮 用了很多塑膠 但塑膠都是防水的塑膠物料 而且日本車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儲存空間 譬如說它有很多散銀、八達通的位置 它的車顏色板又可以擺放水瓶 一下子已經覺得很實用 另一個實用位置就是它的中控台 現在很多車都要用觸控式來控制 但它不是的 它反而只是採用按鈕式和旋轉式的開關來調校 例如它的冷氣、冷溫度 就用了旋轉型的轉盤調校 車的座椅、駕駛席和副駕駛席的暖氣溫度調校 它都是用按鈕式的 這是最直覺、最容易沖的方式 空間實用之外,亦有支援CarPlay的獨立車機 不過USB 插口只有收藏在儲物櫃的這兩個 而且用的時候儲物櫃是關不了的 會不會再搭配電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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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在旋轉過了 再用來一邊打扮 又做給大家一個參考,我做了 600cm 高 讓我前面駕駛席的坐姿距離 調較我平時一樣的距離 大家可以見到我現在這樣的坐姿 都可以有兩個拳頭的膝蓋空間 我想比我高的朋友,甚至比我大隻朋友 坐下來都沒有投訴 而且它的頂部空間亦很足夠 所以我覺得如果坐三個大男人 一個長度的行車,大家都不會有投訴 地台亦很低,中間的乘客亦可以舒服地勝坐 我現在試駕全新的Toyota RAV4 Toyota RAV4 其實在去年底已經在美國正式開售 因為Toyota RAV4 在美國可買得到 所以Toyota 在美國有很多版本 可以讓它們選擇 美國最頂級配置版本的引擎 用上2.5L Dynamic Force Arri-Pusso 203 匹 亦有前驅及四驅的選擇 加上亦內置了最新的TSS 2.0 主動性安全設備 香港版本就弱化了很多 香港版本的引擎規格是用上2.0L 直四VTi 壓力亦減少173匹 亦沒有四驅選擇,只有前驅選擇 如果大家想要這個TSS 2.0 主動性安全設備 當然是沒有的 只剩下我們平常見慣的一些安全系統 當然,這個舉動減少措施 當然是因為要將價就貨 因為入門級只有25,000 左右 我現在欣賞這部是Luxury版 只有28,000 左右 30 萬不到的一部SUV 其實在價錢上已經可以非常吸引 因為我上網查詢時 有很多人談論Toyota RAV4 大家都馬上被車價震懾了 其實很多車迷朋友都覺得 入門級只有25,000 左右 但並不代表它減少了很多東西 因為它依然有CarPlay 它依然有無線充電給你 非常值得及大件的感覺 我們先提一下操控 剛才試過幾轉 在大清水時,車站路下來會離開一會 三種模式我都試過 空手部模式,正常綠模式及 Sport 模式 我都駕過 亦有神經試過用單位的模式駕駛 第一感覺是它的操作多了 始終它用上土茶最新的底盤 我之前都給大家介紹過 它的底盤助於剛性強了許多 重心低了許多 它在操控上亦更加特心元首 加上現在的懸掛設定是潛脈化身 後雙搖備 我覺得它的避震能夠調校得比較硬一點 其實它的操控性會更好 因為現在有些太遠的關係 所以有時在轉彎時傾側度都大 尤其在急彎 若你們提高一點的速度 在急彎時試試不要太收油 你會覺得這輛車的傾側度會比較大 若你問我2.0L 4BBTi 配這輛CVT 能夠行動 我這刻跟你說是夠行動的 原因是甚麼原因呢 我車上只有三個男人 甚麼都沒有了 是一輛車 我的攝影器材又不會太多 剛才我上長命斜的話 這輛車都很快 提速到6,70 或過80 都能夠很快地做到 但問題在於這輛車實在太吵 大家可能平常駕駛不會太在意風聲 為甚麼呢?因為轉數聲很吵 我現在正在正常模式 其實它的轉數聲由3,500 開始傳載 我覺得以消息度來說 其實它有少許扣分 再說一下這個CVT 波箱的表現 它用上Direct Swift 的CVT 之前亦為大家介紹過 Direct Swift 的意思是 它在CVT 上加多了一個齒輪 這個Launch Gear 作為一個一波 就是輔助它去起步 在UX-200 時我讚賞這輛CVT 的波箱 因為它真的提速時非常幫助 不知為何呢? 在這輛新的Toyota Bar 4 它在一波時,它交回轉數鈎 它交回到CVT 時 它的錯動感非常大 已經搖晃了一下 它的延避有一個很大的間隔 不像UX-200 般 由一波轉到CVT 時 交給CVT 時,它很順暢 兩者的分別很明顯 就是整體上的操控好嗎? 我覺得是豪豪、很舒服的 香港版本其實它用了現在的配置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香港的行走 當然沒有四驅選擇 只有前驅選擇 在越野性能方面的確是打了一些折扣 但是前驅的版本,我又不停地玩彎 我又覺得它推圖的情況又沒有 所以它的指向性和轉彎的流暢度 我覺得真是不錯 最可惜的是它的避震調較遠 所以有時高速一點進入急彎的時候 我覺得傾側度比較大 很多網上評論文,很多車迷盤都會用Honda CR-V 以及馬士德的 CX-5 相比 CR-V 配置1.5L VTEC Turbo 馬力有193匹 從數字上看,已經完勝了Raffle 加上CX-5 的CX-5 的模式 沒錯,這兩個座位是臨時的 CX-5 的車位,很臨時的 大家試過車或看車都會覺得很窄 但不要理會,它始終都有兩個座位給你 有時你要多坐兩個人,實用性更大 加上它會有差不多的實用空間給你 所以在這個直接競爭中,可否完全與它比拼 只有一個比拼到的,就是價錢 如果大家去Honda's Zone 看,CR-V 都是三十多萬,三十六萬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它是二十八萬多 當然在價錢上,所以優勝很多 但到CX-5 又不同了 CX-5 我有檢查過價格 最基本的版本都是二十多萬 其實三者是真的有得打的 所以你問我新的 Toyota R4 我現在代理都已經做了它要做的責任 它們已經盡量將這件事變成香港人 香港車主、香港路面情況最容易接受的模式 你會看到它的積極位 而且 R4 之前歷代改款的變化不大 感覺上沒有分別 但這次真的是完全另一輛車 無論操控、底盤反應 又有齊許多設備 即使沒有最新的主動式安全系統設備 但進取的價錢都應該感受到它們的誠意 因為第四代 Luxury版的車價都超過三十七萬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呢? 不妨在留言區留言和我一起討論一下 這條影片看到這裡 大家關心究竟遊戲的如何玩法 先說一說問題 問題就是全新的 Toyota 套貨 右邊兩個版本 以及這兩個版本實際上是在賣多少錢呢? 大家知道答案的話 不要在留言區留言 因為留言區是沒有私訊功能的 在YouTube 上網上 所以大家只能看完大家的答案 我下方會留言回到我們拍車男的Facebook 項目 在Facebook 項目的私訊 你的答案給我便可以了 不過為了公平起見 所有東西是抽籤為確實的 大家想拿最新的Mio 熱賣的車 Cam 大家去踴躍玩玩 下星期再見 攻略 戴 10 22 17 1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